《星辰傳播》 2019年度 十大拳歌歌曲獎誓 十大拳歌歌曲獎誓 頒獎禮永遠反映不到真實現象 我不會純粹以哪首歌獲得什麼獎 去評定是否叫樂壇已死 台灣歌應該比較好 英文歌應該比較好 韓國歌應該比較好 聽廣東歌是一種不合時宜的東西 其實樂壇比以前有趣 我們以前不會有Hip Hop 我們以前不會有那麼多的所謂唱作人 你也看到之前的前輩他們去創出了這樣的成就 那沒理由這件事是位在我們這一代的手上 這個相片不是屬於我 這個相片是屬於全香港人 這句子樓小妹 林峰拿了TVB的金曲金獎 就惹來很多反感 香港人原來還在留意香港樂壇如何發展 原來還會有一個批判性格 知道這件事是一件不對的事 其實樂壇一直是跟著整個社會的流向去走 就算我們看一班獎禮 好像很有娛樂性 它也是一個小圈子去選出來的一個獎項 就算我們今天看回香港社會也是一樣的 香港的政壇 或者我們選特首 又何嘗不是小圈子 我覺得《香港樂壇二死》是一個假象 香港樂壇其實在醞釀一些身世 例如《香港樂壇》 《香港樂壇》是他們用很多廣東話的歌詞 去很捍衛香港的一個文化 嘗試可能在Facebook 有些朋友分享 用我們的方法去搜尋到這一首歌 可能就是Youtube 很欣賞的歌手 可能才會考慮買點 作為一個唱片行業的人 我們活在一個歷史上 最邁得差唱片的時代 但最掉位的地方 我深信是我們聽音樂最多的時候 我得到沒有 沒法解釋得失錯了 我興成的80年代 和那個最黃金、唱片銷量最好的時代 那個純粹是一個產業很蓬勃的年代 但未必等於是在音樂上很繁盛的年代 譬如很不夠原創的歌曲 那天總是千千缺多 飄於遠方我路上 曾遇你真心的肥幻 換我走過彎 找我眾生悔答 路上紛擾過節在一彎 看看頒獎禮什麼歌拿什麼獎 反映那個年代的音樂是怎樣 但我很想說的 頒獎禮由不同的媒介去舉行和主辦 其實頒獎禮是在反映這些媒體和樂壇的關係 和唱片公司的關係 和客戶的關係 它本身是一個很商業的行為 而這些媒體是沒有義務去做一個 真是反映樂壇真相的頒獎禮 有些唱片公司 是不會再給予賦版稅給一個甜詞人 如果是新進甜詞人 又不能唱主大歌的話 他可能這首歌 在推出之後 而唱片又不是賣得太好 這首歌的分紅 大概只足夠他在茶餐廳 寫餐晚飯 這就是行業的荒謬地方 最頒獎禮 其實未必可以歸本 膽子又會小了 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可能那個空間又會少了 我自己不甘心 我自己不甘心 只是這樣去做 當然我覺得 我去做一些真正在說社會 這個現實的東西 但是與此同時 可能我也要面對一些 娛樂的記者 一些八卦的新聞 兩件事完全是兩個世界 很對沖 我做完那件事 我就覺得 你們是完全不關心的 因為香港本身是一個很快的城市 所有東西都是 來 快 走 走 走 很快的 根本你沒有辦法消化到那件事 已經過了氣 對於文化產物的消費 他們的要求只是一種娛樂 或者只是一種 令到我可以在我僅有的 三個小時的放工時間 我能夠休息一休息 充電 所以我明天再接駁 那十幾個小時 只是 最簡單的娛樂 其實 你不會再有逛逛去 聽一下 聽歌的角度 我不會再有逛逛去聽 這首歌的編曲好不好 K歌是用來聽的 K歌是用來唱的 它是改變了歌的用途 你就會遇到唱片公司 很多的留言 就是 那首歌不夠K 他們不是很想要 一些很多元化的東西 他們只是很想要一些 能夠很安全地 令到他們覺得可以賺到錢的東西 尤其是90年代 那些很典型的K歌 就真的很多時候去到 chorus那些位置就會上到很高的音 等求你未淡忘 往日舊情我怨默然 戴著淚漏 很想一生跟你走 那些句很長 呼氣位很少 就算天變海角多小改變 一生只有風中最舊 不想孤單的逗留 你唱到 是有一個征服的感覺 千夫所之旅 誰你登不登對 迎壞手力 盡在世間輕碎 有時那個難度顯然是 旋律的走勢 幾多隊 能到幾多精髓 能撐下去 當中可能有些是好聽的 但是用純粹一個商業的考慮 於是就做了一大堆這些 這樣的歌 而是有一點點很不幸 亦都很無可逆轉地 趕走一些客人 黃瞻就是他寫得最多K歌的 黃瞻就是寫得最多K歌的人 他這麼多的經典 大家都是狼狼上口 大家都唱得這麼開心 那怎麼會是毀滅了這個樂壇呢 我覺得是要有風格的意思 有一個簡單的melody 有時候很奇怪 就是那幾下 那幾下音符 會觸動到你的感覺 我最不喜歡的一件事 就是說 叫好不叫做 即是不賣 但是你又說他叫好 那我是做得對 因為做得錯 其實我不是做錯了 要多謝P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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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由一個音樂的製作人 去了解到 開始音樂是受到威脅了 萎縮了 那我就開始轉型去做一個經理人 去主導一間娛樂公司 向所有的artists去推動他其他方面的事業 例如得到電影 電視劇 現在在一個唱片公司裡面最賺錢的 只是一個商演演出 唱片或者是劉紅歌 慢慢的性質改變了 它不是那個產業的core business 它變成了宣傳推廣那個藝人 那個藝人才是產品 所以那個性質上和以前有少許不同 以前是歌手是歌手 歌曲和唱片是產品 現在那個只是宣傳 我經常都很天真地想 你作為一個唱片公司 我覺得沒錯 你要賺錢 你作為一個水源機構 但我覺得這一種工資 不是純粹是我生產了一個罐頭出來 有少許推動文化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應該有 你有沒有進到剛才那首歌 瑞賢 看看歌 咦 有瑞賢 有瑞賢 哦 音樂會 音樂會 很多一線歌手都想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瑞賢是一首歌詞很道解的一首歌 其實它是說一些性質的東西 其實也有破格的 它的演繹當式都是不同的 對 也有破格的一首歌 但是又沒有被大眾去接受 或者很多人都沒有聽過這些性質 《花天樹》可能跟她之前的曲風也是比較似的 派台或者宣傳 用這首歌就好像比較穩陣 沒有機會知道 咦 原來容祖兒也是在去年 也是想突破自己的 可能不是她想唱K歌 陳奕迅是她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她去到這個位置 她依然是繼續想嘗試很多東西 譬如她唱肯上 張氏情歌 譬如她用沙的唱法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你為何搞自己的聲音這麼好 你是標準靚聲來的 你不可以這樣唱的 但是她會繼續嘗試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 對樂壇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模範 但是覺得她這幾年始終都是過於保守 古瓜那樣可能 其實船樓或者編曲 都是一些比較很穩陣的做法 新一輩的年輕創作歌手 其實他們一直在醞釀他們的勢力 即是他們都有很蓬勃的創作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沒有一個上游的機會 是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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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了這句話 之後 我們就用了這個題材 就是說 其實 那個城市 死不死 就看大家的心 或者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一個人 死不死 回去上YouTube 搜尋 天地會 就聽到 不用錢 十四號 十四號出歌的容易 對我們來說 就是 主要的起因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了一間搶片公司 其實 這一個是 對我們來說 對我們來說 四個初頭是一個打擊 沒有了公司 你沒有了back up 很多東西在宣傳上 你要錢 唯一不用錢的就是 就是上網 上次看完阿元那段片 其實是高登看回來 關於就是說 一些年輕人 對自己 不是有信心 接著她就答了一句 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 會不會 灰了一點點 既然可以 要做一 即每個月準時出一首 不如我們玩些 緊構一些 社會發生的什麼 或者比較有 即時反應 對社會的現象 譬如 譬如某些人 譬如過身 司徒華 這些我們都會即時回應到 除了情歌 或者主流的情形塔塔 愛情那些之外 其實廣東流行樂壇 應該有些 回應到世界 世界 不知道社會性 整個世界發生的什麼 我覺得是 有一種 紀錄歷史的責任 這類的歌曲 能不能夠去到 譬如去不去到哪一歲 那麼容易 那麼容易 有很多人去追隨 天梯 很多人覺得 好歌 好像還沒去到這一點 影響力 都不是那麼大 而這些 其他類型的歌 慢慢在 好像 你當是一些 半蝶 變成好像 有一個 可以被人說 很多元化 變成 我們要做這類的事情 其實是否只是 幫助這個假象 去分析 我現在就不用吃閉門羹 早知道 早知道 你今天會因為看見寶姐姐 從我家出來 意識到就是 所謂要 絕處逢生 即是你怎樣去 在一個 即是一潭死水裡面 你怎樣去 找一些生機 做舞台劇 即算是 有一個挺大膽的嘗試 即比較少 歌手是會 用一個舞台劇 去同步 去發一張唱片 即歌手其實 是需要去創造潮流 就不是說去跟一個潮流 唱片公司有時候都會 我們近幾年都會說 可以了 即是 就算你不做廣東碟 影響都不是太大的 即他們都會覺得 是真的比較 偏向 希望你快點做國語碟 或者你 放多點力在那邊 我們在哪些地方 可以找回 我們要的資源回來 我們繼續可以做音樂 所以其實 我相信 我們是要等一個 很漫長的黑暗時期 但是 是有曙光的 尤其是 我想我們 經常都是香港人 都是受惠於 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 我們真的面向十三億的 龐大的市場 不過作為一個 被香港樂壇 去引辱出來的 一個香港歌手 其實你自己的心 即使你有很多的怨言 或者你覺得 都沒有人聽的 或者那些碟都沒有人買的 但是你始終都會覺得 你不想去放棄這個地方 無無代價唱最幸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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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很多的歌迷 他們其實都希望你唱你自己原本的謊言 他們覺得 廣東話很好聽 或者是有些歌 他們原本是聽廣東話 他們不太需要你特別唱了 國語版給他們聽 聽眾 或者是那個市場 沒有理想像中 那麼… 那麼狹藝 我們來網路獲得色 我們來看你們的色彩 我們來看你們的色彩 我們來看音樂 我們來看音樂 是城實店 我們在這個2011年年後的 其中一個轉達 這首歌 其實都很多東西 又上了TVB景哥金榜第一位 所謂入屋 兩個字 入屋 很多不認識色彩的朋友 我經常都說 我們經常都說 玩100個樂隊表演 都不夠一次TVB計劃 應該多了機會上TVB表演 我們會去擺主流媒體 但我們還是先走網 時差沒有上任何榜 但在網絡上 有18萬個Hitway可以幫我們 所謂的現在主流已經變了 網絡是主流 那些只是富 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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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流媒體上沒有拍過 有給他 沒有拍過 但是 沒有影響 有什麼影響 無論外面的人說 外面一頭死碎也好 怎樣也好 最低的我們都經歷過 其實 在你風光的時候 我們一直都是在死碎 你可以這樣說 這一刻也沒有變過 所以我們繼續做 以前我們真的是一個文化輸出的重振來的 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枢頭來的 但是反過來 因為現在 越來越強大 其他的對手越來越強大 反而他覺得我聽回自己的東西 我看回自己的東西已經OK 我為什麼要聽你 為什麼要看你 除非你真的很好 所以 我們只能夠的出路 就是要做得很好 八、九十年代那種光輝 其實是很多 因緣際會 很多天時地地人和所產生的 當時大陸 台灣的市場都還沒有開放 你當然是威風了 我最近有一個想法 最想的就是 香港人可以養活自己的香港樂壇 我們真的做回一些 真的可以令到香港人有共鳴的事 不需要說 我又要揚威亞洲 我又要做亞太區的大佬 龍頭 不需要的 好想唱一決歌 叫你認清楚我 我又曾都會認可 好想唱一決歌 見證一指針過 那個時勢能沒有 怎樣 叫你認識的 武器 拿著 成功 證明